過程中我們一起學習 這次鼓勵你們試試引導對方 當對方有些事情 你覺得很想他回應你 你就試試怎樣引導他 引導的例子 例如你講一些感覺 我剛跟他分享一些感覺 我都很想聽聽你聽過之後的感受 去引導對方說出來 我都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這樣引導他 當他講的時候 你都說你講得很好 因為現在我引導你們 我就想在有些地方你看到立刻引導 有時可能我會截停你 就會說你現在可以引導一下對方 我今天邀請你講 或者你可以引導他 他這句說話的方式 這句說話你比較難跟他說 你會覺得這句說話有甚麼方式會令他更想 有些命令的方式 我感覺感到好像命令的方式 你知道是這樣 你有甚麼方式引導他 其實我可以先講的 不過你會用好一點的態度 這句又是有一些指紮式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說話很辛苦 好像踩地鱗一樣 不過不要緊 我都說在夫妻關係有時候 總是會有些說錯了 不要緊的 說錯了認錯 有時候都不是很緊要的 那不如在這裏不如你試一試說一下 如果你想邀請他的話 如果你想邀請他的話 有甚麼方式 不如今天你先講吧 嗯 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的 亦都可以說 你會想到一些東西 不如你講 我會很歡喜聽到你說的一些 我們可以 歡喜 即是歡喜的時候 加上歡喜 就會感覺很多 OK 好 嘗試想想到的時候 想到哪一件事你想講 都可以說的 其實我每一次要先講 我是很害怕 所以你帶著先講 我會更加開心 和歡喜 和想到怎麼回答 我想問人家 你留意他剛才講這句話 這句話雖然他不是說他要講甚麼 但這句話他講出了一個心聲 那我呢 邀請你去試一下回應他這個心聲 那你不用怕 由我先講 問一下 問一下你 大家不要介意 但你不用怕 是一個甚麼 是甚麼說話 我不用怕 即是 是告訴他怎樣做 由我先講 解決問題 即是我解決 但是 他現在講出一個問題 就是 每一次他要先講 他會害怕 他是講出一種甚麼 一種感受 你可不可以回應他這種感受 就不是用解決問題 一個方法就是代入 你想像你是他 他很害怕 你代入他裡面的時候 你會回應他的感受 不用怕 不用怕都是一種 告訴他怎樣做 其實當我們不知了 可以問他 你多說些給我聽 你為甚麼會害怕 這是一個了解 一個方法可以了解 你試一下 你多說些給我聽 是不是你會害怕 因為我怕說錯話 所以我都是看別人說完才 我講好像好像很懂 我陪你一起說錯 其實 我陪你一起說錯 這件事 這件事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 接觸我們太太 就發覺他有一個 在他心中是一個影響他的人 不如現在你就試一下 援應他這件事 去關心他這件事 可能很難的 大家一起去想一下 如果對方很害怕 我怕說錯話 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去做些甚麼呢 我很欣賞人 他是很努力的 大家想到可以出聲 大家想到可以出聲 為什麼會害怕錯話 我都是很明白 為什麼會害怕錯話 你大聲一點 為什麼會害怕錯話 為什麼會害怕錯話 你可以問他 你也可以說 當你說錯話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你覺得 為什麼那麼緊要 為什麼那麼害怕 就是了解那件事 其實在這個時候 你就是了解 第一件事 了解他為什麼害怕 有沒有重現性 有重現性 就是說其實 人總是會有時候有些怕 但是別人可能覺得沒有需要 因為在你來說 可能完全沒有覺得沒有需要 但是在他來說 的確那種懼怕 所以我們就去 去進入他這種情況 了解 然後去慢慢引導他 OK 你試一下 是 Joyce剛才的形容就是 很害怕 人家 就是說我講錯話 其實人家有什麼反應 這個是在說他的丈夫 還是在說他是周遭遇到的 那這個就可以扮了 這個你就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你可以問他 是 是 那你怕什麼呢 有什麼方法令到你不怕呢 這個就是他去做解決了 因為他會想你關心他多些先 然後先到解決 那你就是停留在那個 那個了解他的害怕那裡 那裡進入去 是 了解他的害怕那裡 是 是 阿May說得很好 阿May大聲說 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些情況 令到你曾經聽過 所以有這樣的感流 對 都請你說一次 好嗎 謝謝 你之前 是不是有些 曾經經經歷過的害怕呢 令到你有這種感覺 就是有些事情發生 令到你害怕了 有些事情發生 令到你害怕了 誰是害怕的 那你可以多說一些實際一點 有些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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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直都跟你說 這個相片可能真的 可能真的 那我想問你 這句話會給他什麼感覺呢 那他可能沒有聽到 那你就不要介意再說一次給他聽 而不是說 我都說了很多次 你都聽到這句話 不過你沒有說那句話 你都說給他很多次 那就是令到他有一種 你猜到有什麼感覺 不開心 對 會有些不舒服 因為你好像說他沒有聽過你說的 你嘗試說給他聽 因為你剛才說 你已經說了很多次 但你現在嘗試把 說過給他聽的東西 說給他聽 你嘗試去引導他 你現在嘗試兩方面引導 其實我有時跟你分享的時候 我不知為什麼 好像我說了每次的東西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怕別人說我 尤其是媽媽跟我說了一些東西 我不開心 我跟你們分享 我很害怕 但是你只說我媽媽的不是 然後沒有幫我解決到 我最心底的東西 其實加了我的壓力 每次分享的時候 然後原來你都會罵我 轉得很濃 你講的可能是真的 如果他這樣說 可能會把他裡面這些說出來 不過呢 你都可以試一下 想一下他的感覺 用一個方法 可不可以說的時候 沒有令他那麼不舒服 其實我只是想你安慰我 不是想你去罵我媽媽 因為這裏都含有一種 告訴他一句錯言 你可以說 有時我告訴你 我家人 我媽媽跟我說的東西 我很想你感受我感受 你感受我感受 你感受我感受 我會很開心的 即是我很開心的 我很想你感受我感受 那時候他就知道怎樣做 即是引導他 而不要加上那個 你都不要這樣做 你做了些什麼 試一下 其實我就想分享我的感受 讓他了解我多一些 然後安慰我的心靈 我會學習的 這些 我學 要學著 我覺得很大的功課 你覺得他講這句話怎樣 我覺得很開心 對 告訴他 為什麼你會開心 我覺得 你開始明白了多一些我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還有你 真的好像想幫我 解決我心底的問題 很開心 我經常都會解決你心底的問題 但是我都 學習著 體會你 裡面 深一點的感覺 因為我 即是 通常我都是 負責解決問題 所以 就很難 即是慢 即是要慢一點 原來要中間一個位 要去裡面 安撫了 心 才再解決問題 現在我多些 我會繼續做 很感動 很感動 很感恩 嗯 都說什麼 為何要這樣 為何要這樣 當我欣賞的時候 都解釋 讓他知道 哪一個人 他還對 即是 不是 那麼快 解決 其實我不用解決 我是想安慰 我每次跟你分享的時候 就是想你安慰一下 母親 你現在做到了 因為有很多事情 我知道不是一時三刻 可以解決 但其實 受傷害原來 想聽安慰多些 我重新起步 重新學習 在安慰那裡先走 跟著才解決問題 我也是解決問題的人 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堂我們講到 當我解決問題 男性是甚麼 救火源 而女性很看重 就是有人分享的問題 當 分享的感受 當我分享的感受 女性就覺得 這個問題 如果有人認同感受 我已經覺得 很有安慰 有人支持我 這個是女性通常的特質 即是說她想陪伴 即是說 她想是關係 男性是想事情 所以解決 女性是想關係 我們今天雖然很短 但是 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是嗎 感謝主 感謝主 其實 我也想給大家一些功課 大家可以回去 聽說 五個愛的語言 上次我們講過 你回家 譬如你是有結婚的 當然我們中間有些 譬如是太太來 如果她願意的話 我們上一堂有講到 五個愛的語言 你可以和她一起 去講出 大家寫 你自己 哪些最抵重的語言 記不記得哪些語言 第一是 專注的時刻 第二是 愛心和正面的說話 第三是 抱抱性的行動 第四是 愛心的禮物 第五是 身體的接觸 哪些是你認為最重要 你猜對方是哪些最重要 然後對方 又寫她認為最重要 猜自己是怎樣 最重要 還有可以給分 譬如說 那個人的最高 是10分 有些人可能 10 跟111 一個 最近這個跟其他很大分別 有些人可能是 十九八七六 差不多 你了解 對方原來最重要 這件事 下一件事也很重要 這樣的時候 會幫助那個關係 還有我們做過的事情 都可以回家 嘗試去練習 譬如今次 都可以問問對方 這個很勇敢 你覺得我是哪一種的配偶 謝先生說了很多種配偶 我是哪一種呢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呢 而對方是用一個溫和的心 有一個正面的心 我會喜歡你聽我多些 其實就是暗示 即是說 可能你不夠了 是一個不太聆聽的 我喜歡你聽我多些 用一個正面的方法 那你回家做個功課 因為這樣才會進步的 好 我試一下 是的 還有我們中間有 結了婚的 或者未結婚的 有些朋友 你都可以試一下做 還有你有 突然間可以問問他 不要說配偶 你以為我是哪一種呢 是不是多言 有沒有聽人講話 我聽你說話的時候 有沒有聽漏呢 是不是很多時候都聽漏呢 我是不是時時刻解決問題呢 你可以問一下一些你的好朋友 我跟你的相處是怎樣呢 你覺得我裡面的愛多不多 那你自己去問一下 但有些人會覺得很醜怪 要問別人這樣 好像覺得自己很不行 但其實這也是一個成長 當然一個是你信任的人 你會想要做那個 那你會想要看 你吧 我覺得自己一定會想要 別人會想要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